还原经数值计算的视觉化图表 在今天三大报表2024 0604下底线 以这个档案经过下载之后 把它放置在适当的位置 然后解压缩 解压缩产生的 这一个三大报表2024 0604之一 把它开启 开启这一个档案可能要请大家知道 就是原始资料虽然都揭好了 但是针对这个原本像本期综合损益总额这里面 我们是使用像例如说三大报表的相关的数值资料 可是你会发现到这里面所有的会计科目全部都变成文字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后台把这些文字的资料改成数值的资料类型 那修改的方式就是进入常用底下的转换资料 原本 原本所有像三大报表 当你资料连接到之后 在最后面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所有的会计科目 像三大报表这边的继续经营单位税前这一个栏的资料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从这一整栏脱一到最右边 脱一到这个 必选之金融资产一 这么多的栏位 我们针对 如果里面出现的有错误 我们就要进行取代 那取代的方式 这边转换取代值 先取代错误 如果是错误 我把它改成零 确定 还有 我们也可以把 Nur全部都改成零 因为所有的会计科目 它可能什么都不放 重点是 这些 Nur 加某一个数值 它计算出来的结果 是错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请特别注意 所以把这里面所有的Nur Nur LL 取代为零 确定 那 更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这里面只有数值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类型全部都改成整数 会计科目我们计算的最小单位是以整数来做计算 所以 所以等于三大报表这边我们要多做 在最下面这边要多做三件事 首先 取代错误 第二 取代 Nur为零 第三 就是把类型全部都定义为整数 那相对的在这三大报表二 因为这个三大报表二它来源是来自三大报表 所以我建议也把这边全部都设定好 也就是首先先把三大报表二的取代值 取代错误改成零 确定 就多增加了这个步骤 以取代错误 第二 取代值 对不起 刚刚这个取代错误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从这边 这一看就知道说 它这里面既有文字又有数字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把这边从台积电一路一直选 选到这里 首先选到这些栏位 我们把取代错误的这个值改成零 确定 再来还有取代值 把这里面的路 改成零 再来这些 这些的资料类型 资料类型全部都改成整数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 Nur Nur 改成零 因为刚刚在这个地方 它出现的是文字的空值 所以等于说一个都没有改 好 那再接下来到了 data 0513 0513 其实在这里面 也可以看到 这里面 虽然是1.2 但是这里面会出现非常多的空值 所以可以直接把这个data0513的取代值 Nur 改成零 确定 再来 这个是dataindex dataindex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我们的财报分析 最后合并了 合并的结果 也会变成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 你了不起 就是在把财报分析 从这一个继续营业单位 如果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 就把所有的这些栏位 一样 这里面 如果有出现错误 好 我们就先按取代错误 把错误的值全部都设为零 确定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把 Nur 也改成零 那 基本上 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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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已经改成全部都是1.2 所以基本上 这边就没有 类型需要转换的问题了 好 那我这边要特别请你们 知道一个观念 因为我们在做资料合并之前 我们有拿三大报表去经过数值计算 那正因为这件事情 合并之前就已经用了这些数值计算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合并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的资料类型设为正确的数值 至少 至少也应该是要把这些Nur变成零 因为在会计科目里面 如果没有提报 当然也是以零来做呈现才对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边已经把所有该作为就是数值类型的全部都定义好了 你可以去再从头到尾检查一次 三大报表这里面的每一栏 全部都是数值 那怎么检查呢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 在这个地方 它的下面 它是整条全部都是绿色 因为我们应该知道 所有会计科目应该都是数值 那你去看 不只是这一个 看到最右边 像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的 这一个栏位 币显知金融资产一 也变成都是数值 稍微等一下 等它整个执行完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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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其实是可以看到这边全部都是变成绿色 变成绿色这代表全部都是有效的这种资料类型 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去看结果 点选常用底下的关闭并套用 当然这一次要让它整个重新套用变更 也就是刚刚所有我们在这些资料后面恢复原本的资料类型 本来它的资料类型是ABC123 我们现在要改成123或者是1.2这种正确的资料类型 简单的说这也是非常高阶技术的资料合并时 会出现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再多做一些练习 当整个跑完的时候记得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 例如说当你点中心点它这些的图表才会整个都出现 当我们现在在点负债总额随便你这时候点任何一加 它才会出现它相关的这些图表 甚至你去点资认识才会有它的这个图表的呈现 以上是我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让各位同学去了解这些图表怎么样让它恢复呈现的方式 请记住就是原本在这个地方这些三大报表里面的会计科目全部都变成文字 现在我们经过这个背后也就是Powclary编辑器把资料类型重新定义为整数或1.2的小数呈现 这样子我们才能看到这些数值运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这里面我们动用到的这一个储存格 它是经由计算产生 例如说Total QTD 它一定是只能算数值 所以这边如果本期综合损益总额中包含了文字 它就会产生无法出现这种视觉化效果的内容 就会产生无法出现